游泳减肥真的靠谱吗 美女 今生游泳了解一下 每次传单只发你 为啥 你胖了 可是夏天跑不怕中暑 洗车又怕晒黑 究竟哪种减肥方法科学又健康 游泳啊 在水里运动的土地比空气大 传热能力也比空气快 就算只是深深胳膊等等腿 消耗的能量也比在土地上多 小胖子们刚开始减肥 这些运动一个不当心就容易伤膝盖 关注女子力科学社账号 回复膝盖 了解更多膝盖保护知识 在水里就好多了 有福利帮忙 膝盖和肌肉的压力变小 除非枪水 一般很难受伤 在水里变换不同泳池 全身肌肉都能锻炼到 要是不会游泳 在水里漫跑 或者跳健身操也有效果 可是经常游泳 不会变成金刚八匹吗 肌肉要是那么容易就长出来 那还费劲去杠铃铺 蛋白粉干嘛 专业游泳运动员 一天花好几个小时时间 整成好几年才会看起来这么壮 你每周就在水里折腾几下 因为怕撞就不去游泳了 那才是真傻呢 真正需要注意的 是下水前和出水后 多做拉伸 能避免在水里突然抽筋 还能让身体线条更好看哦 油丸泳组是特别饿 千万不要大吃特吃 吃的比消耗的多 会胖回去的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